北京时间9月26号,据美媒报道帕特勒和经纪人已经告知森林郎刚成热火是优先交易目的地,如今就看热火方面会拿出什么筹码和森林郎队进行交易了。 媒体报道在前段时间,巴特勒正式向球队申请了交易请求,不过森林郎方面还是希望留住这位全明星球星。 但是在森林郎队主教练西伯杜和巴特勒会面中,巴特勒拒绝了西伯杜的留队请求,再次要求交易。 事后西伯杜也是改变了口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我们会尊重他的请求,但是我们不会做一笔烂交易,我们会尽量为森林郎队做出一笔最好的交易。 西伯杜和巴特勒在巴特勒请求交易那时候曾明确的表现希望续大城市,并且希望成为球队老大。 洛杉矶快船队一度成为最有希望得到巴特勒的球队,但是快船队可提供的筹码应该是不能让森林郎队满意。 如今巴特勒更希望加盟热火队,不知道热火队会拿出什么样的筹码,不知道能否让森林郎队满意。 巴特勒不过对于巴特勒加盟热火队,球面也是有点替维德担心,因为巴特勒很喜欢嫂子,当然这是开玩笑,因为之前巴特勒和维德曾有过互动,维德发布了一张妻子尤尼恩的性感照片,巴特勒在下面进行了评论,维德则回复, 我的,当时两人的互动也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维德和尤尼恩维德和巴特勒是好兄弟,关系很好。 两人曾在公牛合作过一个反,系,并且结下了身后的友谊,两人私下互动频繁,维德还曾邀紧过巴特勒一起品尝红酒。 如果两人能够在一起打球,相信会有很好的化学反应的,维德和巴特勒如今各支球队的训练营都已经开始了,都在为新赛季做着准备,而森林郎队还在为巴特勒的交易而烦恼,相信已经下定决心交易巴特勒,这森林郎队会很快的交易掉他的。